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片《邪恶幼灵》 电影开始,女主的丈夫因病去世后 便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了属于丈夫名下的矿山房产居住 房子地处偏远,连便利店都不愿意送货上门 环境除了脏乱差以外,还没水没电没信号 两个女儿希望搬回原来的家里 而女主只能无奈地告诉女儿 因为爸爸的病已经透支了一家人的账单 所以原来的房子不得不拿去做了抵押 目前这个房子是一家人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 而两个女儿我们就分别叫大宝和二宝吧 晚上女主做了噩梦,梦到自己死在了一个小男孩的锄头下 接着女主醒了过来,开始不安地巡视房子四周 随后女主就在房门上发现了血迹 前方树林里也有个人影逐渐走远 第二天,女主叫来了维修工来家里安装水电 接着女主便在家里发现了一张儿童的合照 而合照中有个戴着画家帽的孩子 竟然就是女主昨晚梦到的那个小男孩 在女主的询问下,维修工告诉女主 合照上的那些孩子都曾是黑心矿山老板招来的同工 之后女主便看到了报纸上关于矿难的新闻报道 另一边,二宝被看不见的东西吸引走进了森林里 被带到了废弃的矿井前 然后二宝就开始自我介绍 算是正式和鬼魂交上了朋友 就在二宝刚要和鬼进入矿井时 女主及时赶到,抱走了二宝 接着二宝就告诉女主自己的朋友玛丽就住在矿井里 女主则后怕地告谢二宝 以后不许再来这边 接着女主和二宝在森林里迷了路 两人无意中来到了一个木屋里 然而屋子里头的针头和带雪的棉花都在暗示着木屋主人似乎有某种奇怪的嗜好 此时木屋的主人回来了 我们就叫他大叔好了 大叔告诉了女主正确的路线 并告谢女主以后晚上不要再出来 接着女主就看到了木屋门上的雪和自己家的门上如出一辙 大叔直接坦白地告诉女主 那晚女主看见的人影就是自己 雪也是自己抹上去的 这下女主更加百思不得其解了 而大叔却告诉女主自己这样做是在做好事 其他的也没有再做解释 随后便把女主给赶走了 接着女主带着二宝回到了家 大宝也在白天交到了新朋友 三人回家吃晚饭讨论着今天一天的所见所闻 二宝高兴地说自己交到了新朋友玛丽 大宝却警告二宝玛丽有可能是鬼 因为新朋友告诉自己这附近有很多被活埋在矿井下的孩子 那些孩子的冤魂久久不散最后都变成了恶灵 而那些鬼没事就在晚上闲逛杀人 但是说归说大宝和女主明显都不太相信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事情 晚上一群黑影在森林里移动 恶灵大队聚集到女主家门前 然而恶灵们似乎闻到了什么味道 之后便不情愿的退散了 而玛丽则悄悄地进了房子找二宝 画面来到大叔这边 大叔熟练地把一头猪放在了一个烂尾楼附近 看样子累死的事大叔已经干了很多次 在大叔走后恶灵们随即出现 恶灵集体把猪给宰了后便开始大口吃起了生猪肉 这边大宝想要洗澡 结果供水管道再次出了故障 于是在第二天 女主只好去维修部找维修工 这时一个傲慢的官二代来到了店里 前台告诉女主 官二代准备把这片地区改成滑雪场 这个官二代就是和矿山老板一个家族里的人 这个家族人称卡尔顿家族 矿山老板就是家族的先祖 之后女主回到家发现 二宝的手里多了一个陌生的玩具 二宝就告诉女主 这是自己和玛丽交换的信物 最后女主听见森林深处传来了话声 追着生猿一路来到了烂尾楼 看见了死猪残骸 然后官二代出现了 官二代勒令女主必须要在两周内搬家 还看着死猪让女主转告大叔 以后不要继续做没有意义的事 看来官二代也并不相信附近的恶灵传闻 紧接着女主就去找了大叔 询问官二代和死猪的事 大叔就和女主解释说 这一片矿山都是官二代的财产 官二代就是卡尔顿家族的最后一个继承人 如果官二代真的要把所有人赶走 除非官二代死了 否则大家只能照办 而死猪是大叔为了防止那些恶灵害人 定时拿去讨好恶灵的祭品 随后女主回到了家 翻开丈夫儿时的相册 惊讶的发现真的有一个叫玛丽的女孩 照片上玛丽抱着的娃娃 就和二宝手上拿的那个一模一样 接着继续翻阅相册 女主陆续看到了更多的矿井遇难儿童 那些儿童以女主之前捡到的合照上的孩子 也是不谋而合 这下女主总算相信了关于恶灵还有玛丽的存在 晚上大批恶灵开始出没 大宝正和新朋友在外面打野 就听到了不祥的声音 不信邪的炮灰哥第一个就下车出去查看情况 结果没过多久 炮灰哥就被拖走了 其他人意识到不对劲 想要开车逃走 不料车却在此时卡住了 于是大宝开车 其他两人下来推车 这时恶灵涌了上来 把推车的两人给砍了 大宝下的门踩油门 总在在危急时刻发动了车子逃回了家 在亲身经历了刚刚那可怕的一幕后 大宝也不得不相信了恶灵的存在 于是大宝一回到家 就拉着女主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结果就在这时 两人发现二宝不见了 想起之前的遭遇 女主便带着大宝去矿井那边找二宝 结果两人的动作惊动了恶灵大队 在矿井找了一圈没找到二宝后 两人一出来就看到了恶灵大队包围的矿井 接着两人一路狂奔跑到了公路上 遇到了官二代及其跟班 两人成功的利用官二代和跟班转移了恶灵的注意力 继续跑到了大叔家避难 当大叔得知二宝失踪后便让两人放心 因为恶灵不会去伤害有血缘关系的人 大叔把血抹在门上 也是为了保护女主一家人 不被恶灵杀害 至于恶灵生前和大叔是亲戚吗 这里导演也没有给出解释 涛哥估计是因为大叔一直照顾着这些恶灵 给恶灵定食送吃的 所以大叔对恶灵们来说 应该算是自己人 所以恶灵们不会对大叔下手 大叔用自己的血抹在了女主家门上 就让恶灵误以为女主一家是属于大叔那边的人 所以之前恶灵在女主家闻到大叔的血之后 就放过了女主一家 此时三个人正在屋子里商量着对策 关二寨就冲了进来 跟班已经死了 关二寨家族的祖宗 怎么说也是导致这些孩子变成恶灵的始作俑者 所以恶灵自然是不会放过关二寨 很快恶灵就把木屋给攻陷了 关二寨领了盒饭 血从粪溪里流了出来 淋了下面三个人一脸 这时二宝平安无事的出现了 接着二宝解释道 自己只是陪玛丽出去玩了 然后在二宝和玛丽的友情互航下 恶灵们并没有伤害女主一家 而是放走女主一家安全离开了 电影最后 女主一家离开了矿山 之前的房子则留给了恶灵们居住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当然别忘了关注点赞和转发哟